大家好,我是Mio讲,我们今天继续讲剩下的方程式第二篇 没有看过之前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简介当中的链接 那么开始吧 玻璃警署告诉草涕 总员正次在前往玻璃参加说明会之前 曾经到东玻璃厅的别墅地去远望过一户人家 那户人家居住的是一名杀人犯 暗谷调查到了那名叫先波英俊的杀人犯 16年前,先波英俊因杀人罪遭到起诉 最终判有期徒刑8年 杀人现场在迪洼 被害者名叫三宅生子 10年40岁 此人常年从事做财小姐的工作 被杀时似乎没有固定职业 三宅与先波两人是旧相识 在被杀的前一天晚上 他们两人还一起去喝过酒 第二天先波用菜刀捅死了被害者 逮捕先波的过程很快 先波先是拒绝让搜查员进屋 后来又提个小包离开了房间 刺出张望 看到警察撒腿就跑 搜查员追上并逮捕了他 从他的包里搜出了一把沾血的菜刀 警方查证刀上残留的正是三宅生子的血 当时抓获先波的那位资深搜查员 就是这个肿源证刺 肿源证刺尸体的法医解剖结果出来了 他的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 据尸检人员说 当时死者曾经置身于 充斥着高浓度一氧化碳的地方 估计在15分钟内便死去了 此外 死者还有服用过睡眠辅助药的迹象 于是警察再次来到绿盐庄 调查火源 他们去了锅炉房 厨房 还有死者的房间 汤川和龚平做完实验回家 在路上 龚平告诉汤川自己和姑父一起放烟火的事 于是汤川买了些烟火 在晚饭时候 汤川饶有兴致地给龚平解释 高涉烟火和攀升烟火的基本原理 晚饭后 汤川和龚平一起去后院放烟火 汤川给龚平解释艳色反应的原理 汤川突然发现 两名穿着鉴定客制服的男子 正从建筑背后的紧急楼梯走下 汤川疑惑地说 他们从哪上去的 龚平说 大概是上屋顶去了吧 烟囱不是在那边吗 两名鉴定人员问汤川 在这家旅馆里 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 比方说 在屋里待着觉得恶心 或者闻到什么奇怪的臭味之类的 汤川说没有 警方在绿盐中并未发现暖气 喷调器具等有何异常 种员证次生前居住的客房 也没有发现使用过蜂窝煤等物品的痕迹 因此 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性很低 鉴定客认为 在那道堤坝之上 是不可能会发生中毒事件的 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燃烧的痕迹 而且那地方是在室外 不可能引发一氧化碳中毒 从尸检报告来看 死者血液中的一氧化碳血红蛋白浓度 远远超过了10% 他根本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 移动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死者肯定是在其他地方中毒身亡的 另一边 多多良告诉草涕 种员先生曾经跟他说 先波音郡是让他记忆最深的案件 但种员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 草涕答应多多良 一定把这件案子查清楚 他决定从种员和先波音郡展开调查 草涕和暗谷在种员的书房中 发现了一本东京都的黄页 大约发行于一年前 电话簿的其中一页上折了个角 上面记录的是些在 泪桥附近的简易宾馆的号码 暗谷推理 种员这是在找人 而且是在寻找一个住所不定的人 因为此人犯有前科 没地方就职 同时也无法租房 暗谷立刻前往泪桥 拿着种员的照片打探情况 另一边 汤川对公平提出要指导他完成暑假作业 条件是让公平悄悄拿出旅馆的主管钥匙 公平答应了 晚饭后 公平趁姑父洗澡的空档 偷出钥匙 跟汤川两人来到四楼 出乎公平的意料 汤川并没有去种员入住的红之间 而是去了另一边的海员之间 汤川走到窗边 拉开了窗帘 窗外就是前几天夜里 公平和姑父两人放烟火的后院 汤川问公平 你和姑父放烟火的那天 这一次的窗户全都是关着的吗 公平回答 嗯 关着 如果一不留神让烟火窜到房间里面去 那可是很危险的啊 所以当时我和姑父两人一起确认过 是否有哪间房的窗户是开着的 除了窗户 我们还把所有烟火可能会窜进去的地方都盖上了盖子 汤川又问了公平姑父姑妈的事 公平说 姑父快70岁了 姑妈大概53 4岁 姑父原先是在一家引擎公司上班 她有时候会独自一人去任职 在东京的时候 她几乎很少回家的 在50多岁的时候 大概15年前 继承了这家旅馆 汤川爬进碧桂 在墙上敲打了一番 然后说 搞定了 一切都像我之前预料的一样 警方调查到了先波被捕钱的情况 先波本人是爱知线人 就职后去了东京 30岁结婚 老婆是东玻璃人 35岁时 她开了一家家电修理公司 当时住在东京 公司经营的还算不错 46岁时 她买下了Marine Hills的那栋别墅 因为之前她老婆总跟她念叨 说很想看看故乡的大海 希望能搬回故乡去 所以她就满足了她老婆的这个愿望 但后来经营失败 公司倒闭了 她老婆患了癌症 为了筹钱治病 两人卖掉东京的房子 搬到Marine Hills去住 不久之后 她老婆死掉了 就只剩下先波孤零零一个人 先波在那里独自居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她就再次前往东京 在电器行上班 就在这时 先波犯下了杀人罪 另一边 暗谷打听到 总员她的确是在找先波英俊 总员曾经拿着一张先波的照片 逢人便问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 光是今天一天 暗谷就从九家旅馆打听到了相同的消息 但他们都说没见过先波 草涕找到了先波案中 和总员组队的藤中警官 他说 那件案子的情况很简单 但有一件事 却一直让我搞不大明白 被害者的尸体 是在迪哇的街头被人发现的 被害者三宅生子 住在江东区牧场 而先波当时住在江户川区的公寓里 从距离上看 两人住的地方相距都不到十公里远 为什么他们俩碰头时 要选择方向完全相反的迪哇呢 先波当时说 他本想把三宅给约出来的 结果对方却说自己在迪哇 让先波过去找他 他也不清楚三宅跑到底哇去干嘛 当时我们决定追查一下三宅的行踪 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查到 可是总员先生却没有放弃 也就是说 总员他怀疑的并非先波 反而却是被害者的行踪 草涕推理道 或许总员觉得 如果不能查明这一点的话 案件的真相就不会水落石出 也许先波所说的并非全都是事实 他其实是在撒谎 暗谷和草涕分头行动 暗谷准备去主犯证灾的地方 搜寻先波的下落 草涕准备去三宅生子和先波 一起喝酒的酒馆 打听三宅生子的情况 这时汤川打来电话 说自己发现了一个 很可能和案件有关的人 草涕问 可以把那人认定为嫌犯吗 停顿了数秒之后 汤川说道 那是你的自由 这个人是这家旅馆的经营者 川田种植 我希望你暂时先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这边的警察 如果运用强硬的办法 来揭穿真相 或许某人的人生 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我必须竭尽全力 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至于某人到底是谁 汤川没有说明 草涕找到16年前 先波英俊和三宅生子 一起喝酒的店 Kelvin的店长 当年帮助警方 顺利抓获先波的 就是店长 世锦雅夫的那番证词 店长说 那天夜里 先波先生和三宅生子 确实看起来不太一样 倒也说不上是剑拔弩张 先波先生当时还哭了呢 世锦在称呼先波的时候 在姓氏后面加了个先生 由此看来 先波对他来说 应该是位很不错的客人 店长接着说 当时先波先生 看上去有些落魄 三宅生子因为惹了麻烦 被解雇掉了 他似乎搞过 借钱不还的勾道 草涕尝试着在脑海中 描绘了一下当时的情景 一对许久未见的中年男女 其中一个 是名曾经事业小陈 但后来却又失去了一切的男子 而另一个则是惹了麻烦 变得身无分文的前座台小姐 他们两人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那个男酒客 喝着喝着泪流满面 之后又在第二天 杀害了女酒客呢 草涕问店长 您是否认识些 和他们俩比较相熟的人呢 或者说 他们是否还有 其他经常会去的店 店长突然想到 当时他们两人 应该聊过故乡的菜肴 记得之前 他们给我带过些东西 说是什么地方的特产 嗯 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了 草涕说 等您回忆起来之后 请您联系我 汤川再次打来电话 告诉暗谷他们 自己从川田家女儿那里打听到 之前川田种植 似乎曾经在引擎厂商 油马发动机里任过职 接到这情报之后 暗谷立刻出发前往了该厂商调查 油马发动机的员工名册上 确实有川田种植 15年前 川田在明谷屋分公司工作 头衔是技术服务课课长 他在明谷屋工作 住址却写的是 东京北区王子本厅 草涕回响着这次的案件 案件发生在玻璃浦 这种乡下地方 可解决案件的关键 却全都存在于东京 草涕的心中 想起了老友那张熟悉的脸庞 那家伙在玻璃浦 到底都见了些什么人 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所说的人生会出现 很大偏差的某人 又是谁呢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 我每周六会更新视频 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 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谢谢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